都獨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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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咄咖哩咖哩啦 都獨獨 都獨獨 小夜之夜 S F 很多人說1975年的6月6號 對不對 對 那個是民歌在中山堂 第一次的演唱會 就是說在那個時候 楊璇先生很多人 在那裡唱出那一代人的 年輕人的心聲 歌聲 所以我們把民歌定為 那個時候誕生了 到今天2015年6月6號 所以今年的6月5號 6月6號 很好 在小巨大就有一個 40歲的生日派對 再唱一首 思想琴 來 歡迎 剛剛你建復說 這是關鍵的一年 50年我們不曉得在哪 對 一定要撐得下去 好 我們來歡迎李建復 謝謝 黃毅玲 李建復 黃仲坤 丁志堅 丁曉雯 他們可是不同階段的 對 建復算比較 老的 資深 資深... 舊的 比較舊的 舊 比較舊的 比較古董的 你算比較新的喔 沒有 我是舊的下面一批 他是很舊的 可是很年輕的時候就很舊 就很年輕的時候就很舊 好 其實大家都不同年代 這個民歌其實影響 影響40年 影響多少個 黃仲坤那個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 他曾經還跟誰組過 兩人團體對不對 王夢玲 天啊 天啊 這我第一次聽說 這是你第一次聽對不對 他跟王夢玲短短的 在西餐廳嗎 在民歌西餐廳 不是差別真大 差別真大 不過後來是實驗 證明我跟他的組合 是一個錯誤就是 我們兩個的音色 其實都是比較厚實的 比較中低音的 那如果要組成二重唱 其實是一個是要組音 一個是要比較唱第二部的 我跟他的聲音都很怪 所以也沒唱多久 就唱倒了幾家餐廳 民歌其實從校園開始 那可是很重要的 後來有民歌西餐廳 那真的是大家就在那裡傳唱 那後來也有唱片公司 來包裝民歌小 但是那個時候 真的我覺得好有意思喔 每一個人就是穿著T恤啊 牛仔褲啊 就上去大聲的唱 那個時候真的叫大聲唱 年輕 誰不怕 放了學或者是就去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了 然後以後就有歌了 就出來唱是不是都是這樣 對 家裡也不一定知道 對 大部分都不知道 大部分都不知道對不對 你應該唱了很久 你爸才知道吧 不會 他很...前面就知道了 他也陪我去現場啊 真的喔 對 對 教育部次長陪我去巴士巡視 是 爸爸是上什麼事 你不要講 這還有一段歷史 在1979年那個時候 民歌還沒有在很多電視上 對 對 那那個時候民歌 就是很奇怪了 因為大家在電視上唱的 都是國藝流行歌曲 劉文正啦 崔台青啦 都是很...搖眼打扮 民歌那個時候好像就是在校園 那時候我做中藝一版 那我就覺得 民歌實在已經太流行了 真的應該介紹 那每個人都會說這個... 後來我就拿了他的代詞 他的MV 龜那首歌拿上去 真是不該拿龜的 這不就有槓撲嗎 其實沒有 我拿上去 去跟孫怡她是我們的編神 我說妳聽聽看 她這首歌真的很好 然後我還是把妳八耳搬出來 我說她這...怎麼會有問題 這種歌真的沒有問題 真的那個時候 他們聽完了以後 就讓他的歌 後來就是《龍的船人》 在我們節目大作 那次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我第一次上週一一版 唱《龍的船人》 那個後面一排小孩子的和聲 和唱唱歌 一開始一個招待打我 那個很多人看了就是 真的流眼淚 我自己看都覺得太緊張了 對 整個攝影棚就拍他的歌 蔡琴就沒有這麼好 蔡琴是一棵樹檔的 明哥說起來 真的是有好的好的故事 他跟我們一起成長 有一首歌在李建復 20歲的時候就唱了 叫做《老歌手》 對 那時候就覺得 揣摩那個老歌手的心情 現在真的是老歌手 咱不就以老歌手來開場 謝謝... 有一位老歌手 唱浪漫一首情懷的歌 旋律是年輕 歌聲卻沙啞 有一位老歌手 唱浪漫一首情懷的歌 旋律是年輕 老淚如雨霞 問你沙啞為了誰 為那年輕經老爭 問你老淚為何撒 撒那黃花已不存 老歌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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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在唱《老歌手》的時候 自己只有20歲 寫歌的人也 不過20幾歲的侯德健 對 21歲 21歲 但是其實還滿能體會 對老歌手的心情 那個時候你是受誰的影響 明哥 你那個時候 我是在那個時候 有個地方叫做艾迪亞 然後我們都唱西洋歌 然後那個時候就碰到 有個經紀人叫做夏春勇 那他就覺得我怪怪的不太 我都唱西洋歌 我都是穿個短褲 穿個拖鞋在那邊 然後就在那邊邊調音邊 然後他就對我有一點興趣 然後那個他就問服務生 但是服務生就故意跟他說 但是那個人他不會講中文 他只講英文 因為我都是唱西洋歌曲 那我還是試試看好了 我就中間休息的時候下來 然後夏克他就在那邊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 Michael 我說你跟我說中文好不好 然後他才 那為什麼人家他們騙你的啊 那那個時候我才接觸 國語歌曲 然後他們就希望我 跟歌林唱片公司簽約 我現在在想 你是詐騙集團吧 你幹嘛 我唱英文歌唱得好好的 你為什麼要找我出國語唱片 因為那時候我不是很熟悉 可是後來想我要當兵了 反正也... 就是沒差嘛 我就出一張唱片 出完我就去當兵了 所以我就在當兵前出了一張唱片 叫做《牽掛跟妳說過》 那就還好 那時候他是介於流行跟民歌之間 對不對 其實他的歌 都很紅耶 那時候 對 牽掛是舊歌團裡面的 很多人喜歡唱的對不對 對 其實還有我覺得跟時代有關 比如說像牽掛這首歌 其實以前畢業了以後 如果你出國 真的不見得再能看到 對不對 不是像現在好像很容易的對不對 要當兵 對啊 當兵很容易兵變對不對 就牽掛這首歌很符合 唱出了那個時候 青年學子的心聲吧 對... 其實金祝娟應該那個時候 他紅的是秋秋合唱才滿 就在聽 我還扮她唱 綜藝吧 對不對 我跟她還滿像的 你知道嗎 個兒小小的 音樂精靈 黃玉玲 更年期症狀 說流水 今年Oscar上面那個 曾善美的那女主角 曾善美電影50年 對 她說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會一眨眼50年就這樣過 對 這40年是不是也是一眨眼 真的... 50歲過後呼吸好困難 黃玉玲 她現在有一點更年期的症狀 金祝娟應該那個時候 他紅的是秋秋合唱才滿 就在... 我還扮她唱 終於100 對不對 我跟她還滿像的 你知道嗎 個兒小小的 差不多 但是其實 說到包美聖 真的是名歌很重要的一位 女士喔 現在要... 她會來嗎 她現在是...她是奶奶 她會來嗎 她會來... 對 對 那個時候我最喜歡她的一首歌叫做 那一盆火 那一盆火 對 好像過年喔 對 都一定要聽 你們還記得那一首歌嗎 答對 好 答對 對 有歌詞嗎 曾經是夜朝沒有的果 曾經是... 我們歌詞都不記得 歌詞...大意上我記得 反正就是過年的時候那一盆火 曾經是爺爺交難 我還合聲耶 對 我都覺得那個時候的歌詞 好像非常的簡單 可是又很有意境 就像你剛剛那個老歌什麼樣 是... 其實我想還有一個就是 民歌30年你們都在嗎 都在 都在 我記得 我還看過那個代詞 大家台上台下唱到不行 唱不完 對 唱不完 對不對 唱不完 大家一起在唱 可是你要知道這十年 我們也走了很多老朋友 好 馬道俊 王大輔 梁洪志 梁洪志 詩碧琳 李太極 說到梁洪志這個 這個在民歌當中非常非常 他真的寫太多的歌 但是最終一個應該就是 恰似你的溫柔 代表作 代表作 民歌 我真的常常有的時候 把梁洪志的歌拿出來 我就在想 這些寫歌的人 那個時候也好年輕喔 怎麼會寫得出 恰似你的溫柔 是啊 而且羅大佑說 梁洪志最厲害的就是 他七個音 就可以組成各式各樣的歌 羅大佑就自嘆不如他了 羅大佑也夠厲害 對不對 亞西亞的孤兒 藍的 紅的 黃的 真的都是很厲害 恰似你的溫柔 小文 這應該也是你 那個時候在學校 很崇拜的一些歌 你那時候還在學校吧 對啊 從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正好民歌運動好 最繁華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聽 李建復大哥的《龜》 然後王孟林大哥的《雨中幾景》 然後還有這個木吉他 擅長電影 然後木棉花 當然還有蔡琪的 木棉道 然後還有蔡琪的《恰似你的溫柔》 都是經典 說到道 我想起來了 今年他在... 在捷運是不是 在板橋的捷運站 捷運站 你有一個快閃 你每次辦快閃都好... 好感動喔 好感動 都那個場面實在是太可怕了 對 大家一起唱民歌 其實也是為了這個... 也是為了他... 就是紀念今年的民歌事實嘛 那剛好我們唱了七首歌 這首歌裡面有三首歌 最後一個字都是道 一條日光大道 金山古道 木棉道 那結合高鐵 捷運跟台鐵 三條道 三鐵共共的一個場地 而且這真的都是 當年最紅的這些歌耶 對 而且七首歌都是 我們剛剛講的那七位過世的人的 作品 作品 對 不管是做的或者唱的 我們來看看那天的 名歌快開活動 天使我们的沙滩上 为你让飞满 从不夸 从不夸 在我里 从不夸 有过去 从不夸 让我 让沙滩上 海浪 仙人上 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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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 唱到了船长的时候 他应该是捷运里面的工作人员 对 他这个 看起来像保安的样子 可是他就在那边手舞足蹈 他唱得好开心喔 然後小的也在唱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传承上去 對不對 所以说到澎湖灣就是潘胖 對 好 今年其实有很多的人 小文 凡人 凡人二同唱 是 小娟 小娟 小娟是一个北京的民谣歌手 對不對 所以我在看 我說小娟 是北京的民谣歌手 好 海浪會來嘛 會 對 新莲 新莲會來嗎 會 風中的早晨 是 我覺得這首歌 對我們都很重要 對 我推開窗門 我們來聽一下 我們唱兩句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 我推開窗門 迎向風中 第一次早晨 我緊急等待 等待著你 柔情的眼神 看日落月深 看天明黃昏 開… 看天明黃昏 看地明黃昏 看不到你柔情的眼神 只聽見永恆的朝城 空中的朝城 你是夢中每個四季的早晨 其實喔 風中早晨讓我們覺得民歌 其實分成不同的派比 對 比如有金山古道啦 龍的傳人啦 民族性 對...民族性的這個 勵志型的 是 有那個莊林秋啊 薑花 鄉間的小路啊 鄉間小路啊 對不對 那也有這個比較時髦的 這個比較... 情歌 情歌就是那種淡淡的 城市的味道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就有不同階段 興梅 王興梅 馬怡忠 馬怡忠 一起 他們這次一起唱這首歌 一起唱這首 對... 好期待 好 宇忠勝跟木吉他 是 他們會來 對 對 這麼一群大叔是不是 一群大叔 對 大叔抱著木吉他上 我們兩個有大叔 都是大叔 要帥大叔嗎 對... 好 建復 吳俗 吳俗是第一代的喔 吳俗是就不只大叔 還有... 還有前輩 老叔 老大大叔 對不對 台燒煤 金志堅 林佳蓉 林隆璇 南方二頭上 圖沛成 侯德劍 侯德劍 好久不見 胡德夫 都是大叔咧 范廣慧 是 在北康橋 對 順了請她的早晨 在北康橋也好 在北康橋 是不是 那個時候的歌 好有學院氣氛 失憶喔 對不對 對 也是 殷正陽 陳宏明 陳明曉 馬宜中 徐曉淇 邱禪 這首歌太重要了吧 邱禪 是 聽我吧 已經說過在音樂課本裡面了 音樂課本裡面了 這個前奏太經典了 聽我吧 這太高了吧 這太高了吧 看我把綠水水晃 誰到秋夏已心愁 煙波零點 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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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有一點早年失智的狀況 對 或者你這個秋禪是冬禪 對... 太困難了 對我 但是秋禪你不覺得嗎 就是那個時候好有兩個小女孩 唱秋禪 對 那個味道最清新到 楊芳逸小慶 對 楊芳逸小慶 真的 楊芳逸會來嗎 有... 許淑娟 許錦淳 黃仲康 你是音樂這樣彈 我怎麼好唱 有點怪怪的 真的嗎 需要這樣子嗎 而且還在唱名 還在唱名 是不是剛好... 剛好唱到我的名 就會開始悲傷嗎 沒有 就是 其實今年奧斯卡上面那個 曾善美的那女主角 Lady Gaga 對 不...Lady Gaga唱她的歌嘛 她出來講 她說這部曾善美電影50年 對 她說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會一眨眼 50年就這樣過 對 我好能了解這句話 這40年是不是也是一眨眼 真的... 黃韻玲 她現在有一點更年期的症狀 對... 好 這裡黃韻玲 萬芳 董運超 楊璇先生會來 會 楊璇... 這是我們的 本來是希望給大家一個驚喜 對 她會來 對 她真的是始祖 她真的是始祖耶 她那個時候比較幾歲 她那時候大概23歲左右 23、24歲 她一直在美國對不對 她後來在美國當中醫 當中醫喔 楊芳怡 楊祖君 葉佳修 齊玉 趙碩 鄭麗絲 楊耀東 楊耀東 好 潘悅雲 週上來 韓正浩 謝一位 蘇蘭 其實更重要的 其實還有一些歌 當然他們已經可能沒辦法來 所以你請了一些年輕的人來唱 對不對 對 我們這次特別 讓大家有一個感覺 像傳承的感覺 所以我們請了三個非常年輕的歌手 來跟我們其他三位 對 維里安 他很有名歌的氣質喔 是 比較是創作型的歌手 創作型的歌手 對 然後還有徐佳穎 徐佳穎也創作型的歌手 還有陳音兒 黃仲坤神情演唱 連Q獎也深受感動 我們Q獎是女生有點害羞 但是講到她心裡的話 放心不下諸如此的夢 準備好了嗎 要聽妳的恰似妳的溫柔 有 我剛剛有開過嗓嗎 妳有嗎 她是恰似妳的溫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的臉 難以開口到再見 就讓一切走遠 這個世界容易的事 我們卻都沒有哭泣 讓她淡淡地來 讓她好好的去 到如今黏復一念 我不能停止懷念 懷念妳 懷念從前 但願那海風再起 只為那蘭花的手 恰似妳的溫柔 聽每一首歌 我腦筋裡都很多畫面 某年某月某一天 恰似一張破碎 怎麼會寫得這麼好 妳知道我聽這首歌 就是某年某月某一天 在華視的走廊櫃姐 我就說 我有首歌給妳聽一下好不好 我說 那時候還...她拿了 剛錄好的盤帶... 我就到錄音間 我說好 在這裡放 這裡音響比較好一點 那...那時候還沒... 不是CD吧 我就再放 我一聽 哇 哇 哇 聽到蔡婷的聲音 聽到蔡婷的聲音 聽到這個歌 聽到這個歌詞 哇 晚上就來錄 晚上 我說你現在就... 她是誰 她是一個學生 晚上就來 她...她... 她講不出來了 她講不出來 她打扮沒關係 就來錄 我覺得那個時代 很多聽到音樂都是這樣子 就是趕快 我們趕快來聽 然後你一聽就很驚艷 很驚艷 真的非常的驚艷 就是那個時代的很重要 真的太好玩了 那個時候做節目 就是可以聽到 然後你知道 我就聽到她的舊代經驗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終於有不同類型的歌出來 其實我那個時候因為 我接觸音樂是都唱西洋歌曲 但是其實我們也一直在渴望 可以唱一些我們自己寫的歌 那所以在那個時候 開始校園民歌的時候 開始唱自己的 牽掛是誰寫的 快 三秒 洪小喬 我不要你打我 他們打 你他們知道 小燕姐 我們太年輕了 對不對 那牽掛是洪小喬 好 你曉得 在民歌那時候 洪小喬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對... 對不對 他一開始的金曲獎 金曲獎 金曲獎 然後臉這一般彈得去 對... 很重要 所以我能夠唱自己的 國語的歌詞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心裡是 真的很特別的感覺 本來是唱洋歌的嘛 那西藍樂玩了那麼久 但是終於可以用自己的語言 自己的文化 來闡述流行歌曲的時候 心裡真的是很感動 而且沒有想到一唱就那麼紅 我真的沒想到 到現在還是... 而且他那個時候 就是一條好像... 土黃 卡基庫一樣的那個 對... 那個時候我也是跟建復一樣 都是上那個終於100啊 100 都是您的 100 我有為你們弄一個 不是打啦啦啦啦啦的棚 你們是個很大的棚來弄歌 帥哥都是從當中走進來 對 然後所以我出的 那時候民國69年的 我的第一首歌叫做 你說過嘛 你說過 然後有一個排行榜 那個是...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沒有 是不是 那個時候我們講 對不對 沒有這個講法嘛 沒有 就是陽光少年 對 陽光少年 你真的是陽光少年 那個時候 你有練嗎 沒有 我一直是游泳選手 對 然後... 你這一箱紅是怎麼回事 這個其實是我 推伍回來的唱片了啦 那個...我69年出的那個 就是比較清純一點的 清純一點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除了髮型 髮型現在又變回來了 又變回來了 這個...你看這個樣子 他就看起來很像外國人 輪廓好深喔 所以說英文也是成立啊 也是 而且有點拉丁裔的感覺 我們當時都以為他是混血兒啊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是台南人嘛 也認為自己是混血兒 他自己是台南人 然後那個 我後來拍戲 拍很多戲 然後有一次演古裝戲的時候 那個化妝的阿姨 我還記得是華氏的 幫我梳頭 就是要戴頭套 然後把我頭一梳 黃文輝 你自己看看鏡子 我怎麼啦 我們是古裝的戲 你這頭一梳怎麼看起來 像馬可波羅也看起來 不像古裝的人對不對 但是我是台南人嘛 那台南人就是...就荷蘭人 跟荷蘭人有點關係 因為上一代祖先的事就... 就不可考了 對不對 不可考了 不過有一次就是 我跟習曼寧兩個人在演戲 那他也是台南人 那我們兩個就是... 那他好來應該站多一點 對 那我們兩個就在那個螢幕上面 我們兩個是講台語的 然後那個導演是梁修生嘛 梁修生其實那個時候他... 梁修生...台語不是他的母語 他就看著那個監視器 就看你們兩個 揚揚在那邊講美男語 好怪喔 好 來 我們先來聽聽 好 觀眾朋友們唱什麼這首 洪小喬寫的《牽掛》 謝謝 出了片片的白雲 我離開了你 卻怕春春的相似 我留給了你 我留給了你 我再把你的極力抱著你 讓你淺寰寫的是紅字眼的你 放棄不下 也是愛哭了你 數著翩翩的楓葉 我離開了你 卻把蠢蠢的放棄 我留給了你 天掛的是園裡的你 放棄不下 也是孤獨的你 放棄不下 也是孤獨的你 放棄不下 也是孤獨的你 好好喔... 我們Q這樣是女生有點害羞 而且講到她心裡的話 放棄不下 孤獨的你 這個戲太好了 這隻手 這戲怎麼也... 又講話來了 她可以拿金鐘獎 平常講這首歌聽得起來 就想起來那個時代 很多的男生要去當兵啊 就對著女朋友唱這首歌 那時候沒有卡拉OK 大家都會唱歌 對 所以男生要會彈吉他 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沒事 必要條件 必要條件是不是 想要交女友的 要彈吉他 對不對 對 就是很帥 對 就是這樣 彈吉他你就想看她長什麼樣 是不是 對 彈吉他走一個樣 你就想過去看一下 再回頭長什麼 就像長髮美女一樣 對 音樂才女黃玉玲 鋼琴伴奏 大家搶著要她 我跟她大學成創作歌謠比賽 小玲來幫我伴奏的 對啊 我是伴奏 好多人在伴奏喔 你很空啊 親幫我也幫她彈 好忙喔 你很忙啊 你是 你有四隻手對不對 你有四隻手嗎 不是啦 那是跟別人的熟啦 都是自己在彈 對 不過說起來 明哥真的是跟我們的生活 太有關係了 娃娃那個時候 你最喜歡的明哥是哪幾首 其實一開始最吸引我的是橄欖樹 對 好難唱 對 可是跟娃娃唱的歌好像有點 反差很大 差就很大 其實剛剛Michael哥說他駐唱那個餐廳 我也在那邊駐唱過 我也是在那邊唱西洋歌曲 可是我靠近這個餐廳 卻是用曠野激情 用曠野激情 用曠野激情 落差也很大 落差也很大 我們那個團呢 都唱西洋歌曲 但是就唯一改編了這一首 曠野激情 成搖滾版的 就錄取了 唱一下... 妳是搬到對面以後 地下室 對... 對... 還是成立很老闆的時候了嗎 是... 你們都算是學學弟了 對不對 學弟學妹嘛 對不對 對 其實那個餐廳 在當時也算是滿重要的一個餐廳 好多人在那邊駐唱過 賴生川 賴生川他們都在那裡啊 聽說五盈夢也唱過 五盈夢 其實那個地方可以說是 那一代年輕人 時髦的 有才華的 很硬的 對 還是有例外的 但是經過那個餐廳 就不一樣 那你就是有一些人聚在那裡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年輕人 可能你聽啊 會聽民歌啊 然後也唱西洋歌曲 很妙的就是可能 因為當時流行音樂 不是改編西洋 就是改編東洋 所以變成真的 大家要想辦法唱自己的歌 再不然就是 你可能就是copy 就是西洋歌曲 對 對 那你這首《為何夢見他》是誰寫的 秋晨 對 他真的是 他後來好像在... 在山上還在哪裡 他的老家在東勢 對 他一直都在東勢活動 是一個...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創作人 他是創作人 真的 他的個性就像藝術家 藝術家就對了 是... 永遠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對 好 我們來聽聽這首《為何夢見他》 為何夢見他 能好久好久 以前分手的男孩 有愛到我夢中 為何夢見他 只有男孩在我 為何夢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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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好久好久 以前分手的男孩 又來到我夢中 為何夢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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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還在我 自己獨立在你 為何夢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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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起來喔 我想你們在民歌三十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 來聽你們的歌的人 都有的都帶著自己的小孩 對 有的小孩也不小了 就是 對不對 對 然後都是一代一代 然後小的其實也都會唱這些歌 還有小孩很小的 對啊 一歲的也帶來聽 那他結婚很晚了 孫子 爺爺嗎 爺爺奶奶帶孫子來聽 爺爺奶帶孫子來 民歌三十的時候 我的小兒子還沒生呢 你因為兩段嘛 對... 造化怒 怒怒 對啦 可是你大的就很大啦 對不對 你大了 現在 大的昨天剛剛退伍 天啊 退伍要拍什麼的啊 其實你看黃玉玲的小孩 那個時候她是... 黃玉玲的小孩 對 都已經... 要考大學了 18歲 對啊 我真的覺得 創作這件事情 會忘記時間 這樣生小孩一樣 這...你其實真的不知道 原來時間已經過到這麼久了 這麼久 我真的還覺得我那時候是個 就是為了一心一意想要參加 金運獎比賽 然後呢 沒有辦法 資格不服 那時候才14歲 對 14歲 所以我就每天下課的時候 拿了一堆我自己的創作 去站在那個唱片公司下面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建復歌 我就會很像歌迷一樣 有嗎 有 對啊 然後看到 比如說看到那個時候 林旭飛 林旭飛 對 對 還有好多好多在那個授權 授權 對 我只要一有機會 我就會去推薦我自己的創作 然後我也非常謝謝那個 陶姐她給我機會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 講到民歌淘金 不是 淘金 淘小金 小姐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推手 是 民歌之母 民歌之母 老佛爺 對 老佛爺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破例參加 那可以跟當時的這些 你知道嗎 對我來講我都覺得好棒... 神 對 王心蓮 然後 建復哥 對不對 正宜 跟他們能同一屆我覺得 李宗盛 我覺得真的是到現在 我都覺得很像 李宗盛那時候還是小... 對 我都覺得 小李對不對 對啊 好像是作夢一樣 對不對 鄭華娟 鄭華娟是比較後面的 已經是算比較後面了 對... 真的如夢一場 如夢一場 對不對 其實接下來 其實在民歌當中 李太祥 許錦成 齊玉 他們也是另外一派 對 是 非常空靈 對... 比較美聲派的 很美聲派的 想學都不容易 對不對 想唱就唱他們的歌 我們有時候參加比賽的四個 有一個後來走上那一派 許錦淳 對... 空靈派 空靈派對不對 只是要有本錢 但是很妙的 當年那個時候 孟田有一張專輯嘛 是 齊玉跟潘映玲 還有就是全部都唱三毛 三毛的詞 然後那一首孟田 也是一直傳唱下來 但是那個時候的寫和音 那譜你們知道是誰嗎 這一位... 其實... 你... 你幾歲啊 那個時候 大概二十吧 這就是音樂小... 小殘女囉 對不對 音樂精靈 那時候小玲叫音樂精靈 音樂小精靈 對 我們那時候在 我在義工隊服役的時候 我們有組一個四重唱的 男生四重唱 寫... 就叫唱一喬日光大道 那我就請小玲那時候 來幫我們編和聲曲 那時候還...二十歲還不到 對 那時候還在念書 你們... 怎麼敢 就找怎麼一個人 對 華根... 大家就耳聞他厲害會不會 藝磚 藝磚 對 所以大家就知道他會寫 對... 小玲那個時候做的事情多了 我參加大學曾創作歌謠比賽 小玲來幫我伴奏的 對啊 我是伴奏 好多人在伴奏 妳很空啊 中青光 我也幫他彈 好忙喔 妳很忙啊 那時候 妳有四隻手對不對 妳會四隻手嗎 不是啦 那是跟別人的手啦 四手連彈 都是自己在彈 沒有 我覺得黃玉玲那個時候 只要跟音樂沾到邊 他就好開心喔 對不對 對 而且只要跟音樂的 音樂我自己沒有正式沾到邊 只要比如說巴著他 我也很高興 對不對 對 對 而且只要跟音樂的 音樂我自己沒有正式沾到邊 只要比如說巴著他 我也很高興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其實學音樂 真的有很多的底子 所以他也有了很多的機會去做 你說像孟田這首歌 何欣讓你寫 你就知道這隻一直傳唱下來 那時候壓力太大了 你在錄音室 這邊站 徐姐 這邊站 阿潘 你要跟他們兩個說 抱歉 這個地方要這樣唱 不好意思耶 不知道應該怎麼開口 對啊 真的 不還好啊 可是好好聽耶 還好... 好好聽 超經典的 超經典的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很想唱這首歌 但是很不容易 今天我們就讓這個幕後寫這個譜 是我的人 幕後自己寫的不見得看好不好 只是說想要唱一下這樣子 我要唱一下對不對 你自己來結個果看看 對... 對 你看那個那時候的歌詞 就是每個人心中有一畝田 這畝田種什麼呢... 我們來聽聽孟田 是我心裡的一畝田 每個人心裡一個 一個夢 一個呀 一個種子 是我心裡的一畝田 用它來種什麼 用它來種什麼 用它種你,種春風 用它來種什麼 用它來種什麼 用它種你,種春風 用它種你,種春風 愛經裡鎊 春又籃 那是我心裡一無一無天 那是我心裡的無心的夢 好 今年2015年6月6號 現在6月5號 其實就是民歌40年的生日 6月5號 6月6號 其實民歌要怎麼為他慶生呢 就大家來聽歌 大家一起來唱歌 非常謝謝你們 讓民歌一直全唱下去 謝謝 謝謝